刘谦才刚刚获得 美国好莱坞魔术学院所颁发的 最佳魔术师的奖项 这是评审团关聚国际间 每位魔术师的表现所选出来的 刘谦才是第一名得奖的华人 这个从八岁就开始学魔术的小男孩 他究竟怎么办到的呢 我们来看自身记者艾小培 好 这样年的报告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所有人 就会放下所有的心思 手边的任何工作 甚至于顶席以待 我要看 好 你要让我怎么样见证奇迹 直到有舞台的时候 就要赶快上这个舞台 而且能不下来 最好不要下来 这是刘谦很聪明的一件事情 看完真直 那个电影 那种惊恐 瞳孔都放大的那种眼神 那是他们的掌握 跟着刘谦走下去 见证奇迹 刘谦的魔术席卷了台湾 日本 中国大陆 我们一家都喜欢你 刘谦是最棒的 我们是从很远的青藏高原 专门跑过来来看他的这个个人正常的 连续三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表演 在大陆刘谦这两个字 几乎已经成了魔术师的代名词了 那样春晚是一件 就是你好像有很多 私底下的动作要做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完完全全都没有 应该是说我们从01年到09年 不管在台湾或在内地的经营 让央视的导演看到 央视导演爱上了刘谦的魔术 春晚的舞台把刘谦的魔术送到了全世界 2011年刘谦莠莲莲得了全球这家魔术师的至高殊荣 Actually, I thought 就是在這一年裡面呢 在這個世界上做出最大的貢獻 最有成就 最好的一個魔術師 他每年會挑選一個 從全世界各地去挑選 然後這個獎項 是在這個頒獎點裡面 最高的一個榮譽 拿到了 同樣的笑容也曾經綻放在 小小劉欽的臉上 當年她12歲 從偶像大衛考博菲的手中 接到了全國兒童魔術比賽 冠軍的肯定 我大概八歲的時候 第一次在跟一個阿姨 逛百貨公司 看到那個小姐在示範 那個人去冠軍 但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那個人 我就覺得世界上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 有點爛的 真的超爛的 然後就會每天這樣翻 每天下課 所有的同學就圍在我桌子周圍 然後就show time 第一卷錄影帶 是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開始收集 我覺得你好用功耶 我超用功的 很多人覺得說魔術師 就是學了魔術上台 big pen兩下就算了 後面真的要花很多功夫 小劉謙喜歡魔術 經常到百貨公司的櫃台 看魔術表演 看著看著 忍不住學了幾招 就在親戚的生日宴上露兩手 就這樣子 她愛上了眾人 觀看魔術的眼神還有期待 我小時候很愛表演 然後很愛拿個破步 就唱梁山伯租英台那種 然後左右鄰居都來看 可是年紀大的時候不怕羞 不會啊可以 你現在要唱兩句給你看 很會喔 以前我小時候就她這樣 小時候有表演欲啊 我反而想做明星的呢 我繼承了這種想法你知道嗎 所以我從小會覺得 我覺得我就是不太一樣 線上有著媽媽愛表演的基因 但是說要把魔術師當成職業 能不能養活自己呢 或者是一天老闆在那邊 學得變魔術的這樣 在家裡面父母親一定是 我想她的過程裡面 最大的障礙一定是她的父母親吧 我本來想 我真的本來想要 做一些 但是我太緊張 我剛剛真的太緊張 我動不起來 魔術在我小時候 是不被當成一個工作的 說真的 所以從小這種訊息影響到我覺得 雖然我覺得國外的魔術 至少這樣很厲害 但是應該一輩子都不可能 還是把它當成興趣好了 把魔術當成興趣的流先 她卻是用全部的生命投入練習 高中時 她就經常在PUB打工表演魔術 考上東吳日文系之後 她變得更勤了 劉謙不斷地出國比賽 累積了至少20多座的獎盃 那劉謙就直接變魔術 然後她直接噴火 直接火就射出來在禮堂 然後要不然就是說 忽然有鴿子飛出來 那我們都會覺得非常非常差異 因為完全不是學生水準的東西 從以前在學生時代 她就不想做跟大家一樣的事 到了大三 劉謙有機會在阿妹的MV中 客串當一個魔術師 酬勞四萬塊 樂 樂 樂 讓我愛又不敢愛 怎麼做 怎麼說 我不願受傷害 之後她受邀到這本表演 也得到了肯定 這讓劉謙動了要把魔術 當成職業的念頭了 我在大學的時期 我就有出國比賽表演過 我已經有十幾年的背景 對這行業的了解 我為什麼還要從另外一個行業 從頭開始 我是堅決反對 他就是做魔術師這一行 他後來跟我講說 如果說又是自己喜歡的 又很有興趣 然後又可以賺錢 有什麼不好的 然後我就覺得也對 我是獨生子 獨生子就是一種 焦重的個性 你知道嗎 比較 你知道 就比較驕傲 比較自傲一點 對 比較點 我就講說我不要 我要做 我就要做到最頂級 人家想到魔術就想到我 有了家人的支持 劉謙開始放手 在魔術圈闖蕩 除了自己當經紀人 接CAS表演之外 他也接下了大陸電視節目的 外景魔術式的工作 現在暫停你的思考 相信你所看到的 讓我帶你進入視覺的奇幻空間 01年的時候 我們做那個節目的時候 看過香港台灣內地 許多許多大概不下百位 然後從裡面挑選了兩位 其中有一位是他 真的是很重 拍拍看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堅困 真的是非常金屬做成的 不是什麼塑膠模型 泡棉海棉這類的東西 我覺得他對魔術來講 他覺得 我覺得他是在跟他談戀愛 他用魔術來跟每一個人談戀愛 2 3 Yeah 外景主持經驗累積 劉謙的表演更熟練了 他才等待一個機會 現在排在什麼位置呢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大家仔細看 1 2 3 出牌跟變鴿子 這是很多人都看過的 我幾乎不敢相信 我要讓這個人 來表演這兩個東西 因為這麼普通 可是他做 第一個當然很俐落 再來一次我必須說 你會看到他的鴿子 其實很飽滿 那天啊 我天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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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來 啊 啊 啊 就是牆里那種 眼睛視覺 到大腦轉換之間的 那個速度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有這樣 這麼奇怪的這種手法跟本事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 個不太高的話 你把自己頭髮弄衝一點 我沒有參加比賽 我被紅台都已經殺到 看他講飛哥 是他當時不帥 也沒有現在這麼 這麼有味道 這麼飄逸 當時他可能還有點baby fat 但是他的手法 的確讓我們當時覺得說 他有把魔術變成一個表演藝術 這張嗎 這一張嗎 對 看一下 是怎麼看 好猛烈喔 你我猛烈 你三人 跟張飛節目合作三年 劉謙在台灣 成了家喻戶曉的魔術明星 他的名聲也傳到了對岸去 大陸地方電視台拿著節目企劃 真相要約 我數一二三好了好不好 一二三 一二三 停 好 記住 記住 我不看 大家一起記住 記住 記住 記住了 記住了 通常魔術師會叫你把牌抽出來 但是我不來這一套 我直接就把它混在裡面 不動它了 你把布克牌 一張一張發在桌上 到了他選的牌 青蛙會跳起來 啊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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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動啦 霏下來 把他放 放 放回去 還活著嘛 對他還活著 他沒什麼事 是沒到 你剛才選的牌就是方塊 A 好我先確認一下 剛才牌有過嗎 沒有阿 沒有阿 所有的牌都已經在這邊了 照理講不會沒有 不见了 只有一个可能 我们还没检查过 请把小蛙拿起来 还记得她一开始是一张 小鬼 小蛙 他所有的魔术编排 跟他说一个故事 其实他是想好的 于是我怎么 什么时候给观众什么感觉 什么时候骗到哪个程度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看到魔术破解的时候 说真的 有趣 那的确是有趣的 因为它等于 把你心中的 多年来的疑问解开了 你一直不知道魔术怎么变得 你看了以后 原来是这样子 你就松了一口气 然后你就觉得 原来魔术背后 后面有这么多机关跟奥秘 你觉得很有趣 但说真的 这个有趣是暂时的 只是在 你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有趣 但是伤害是永久的 因为从此之后 你在看魔术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想象的空间 他不太懂的那种新闻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表演者 他的意义 并不是完全是相反的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跟他说 其实这是很大的成就 如果媒体大家都愿意报道你 找到一个题目来报道你 那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你 如今刘谦一场表演 七位数起跳 全大陆巡回表演 至今超过了100场 最高纪录 他一个月零演6场 一天飞5个不同的城市 我不知道美国人的喜好是什么 就是我讲的笑话 他们也不知道听不听得懂 我觉得神奇的模式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奇 但显然他们都 没有差太多 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代大师 我觉得他完全有这个潜力 刘谦的普克牌魔术 在2011年的魔术高峰会上 获得世界级的巴格拉斯大师肯定 隔年他获班世界魔术师大奖 他是全华人圈当中 唯一获奖的魔术师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my fans I can't keep working until now without them So please excuse my last words in Chinese to this camera I think Yes, where's the camera?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刘谦在央视村晚上的表演 有人看着瞠目结舌 但也有人酸他是老狗了 在网络上面公开破解 不过刘谦他说呢 网友们破解的都不是正确答案 他欢迎大家继续挑战他 为了研究不同的魔术表演方式呢 刘谦他学生都带着一本笔记本 睡觉的时候也摆在床头 他睡到一半有灵感的时候 就会起床立刻把它记下来 我们继续来看看刘谦他的分择过程 刘谦记者 爱小培和正联的报道 平常在这边查一些资料 然后冥想的一个地方 像这个 这个是在大概六十七十年前 我看一下 这本是出版刷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有收藏价值的 泛黄了 对 你有听到大胃考伯飞 他有把什么自由女神消失了 这个一切的魔术的幕后的策划 跟创意人士 就是这个表述的作者 厉害的 我自己有很多表演 都从里面找的灵感 Victorious Cocktail 这个魔术 我没有变过 但哲业有无敌性 哲业有无敌性 未来可能会 这个书房 就是刘谦过去练功的秘密基地 随着他待在台湾的时间越来越短 现在他得抓紧空档时间找灵感 我的包包里面 我的床旁边 随时都会有小笔记本 然后我家里也有个大笔记本 那这些笔记本就是收集 我随时看到的一些灵感 比如说我想要把 这个蜡烛漂浮在空中 这就是Defact 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就是 Method 方法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漂浮在空中了 这个要把他想出来 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除了得想出新魔术的压力之外 很多人不知道 刘谦每次表演之前 都得克服他遭遇的心情 他突然要上台前 大概好像是一个小时还是40分 能够接到他电话 我就想说这时候你怎么还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说刘谦 你是不是又开始很遭遇 像那个动物园关在笼子里 那个狮子 你会看到一次来回 你知道好像有什么事情干扰到他 他就开始一直不安地来回走 我说你现在又开始这样 他说对 同行来讲 一个新表演 他们至少要立了两个月三个月 可是他通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做这些 通常在两个礼拜 一个月之内 两个礼拜之内 他就要做就要表演 忙到没有时间做演出准备 刘谦一上台就掉眼泪 观众赶紧录下这一段画面 就要被推上台了 上台之前我真的不想上台 我真的觉得你赶快让我逃回台湾 我真的不想上台 看得出眼睛还有点浮腫 不过刘谦立刻展开演出 他向观众戒了三纸戒指 轻吹一口气 戒指竟然就串在一块 我说今天大家来到这边 我非常感谢 但是我跟大家说对不起 因为我今天其实没有信心 站在舞台上 但是呢 我今天每一分每一秒 我每多的表演呢 一定都是发自内心诚心诚意的表演 比方说歌星或者艺人 他们挑战的是 自己今天的表演怎么样 可是魔术师的挑战不是 他是要挑战观众 他是要挑战今天观众 你看我今天 我是不是能够震慑住 我是不是能让你那种惊讶 创造惊讶不难 难就难在 刘谦的双手 还有个阻挡他变好魔术的障碍 变魔术 魔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难克服的一个造物 去克服他 一些线念上可能会影响到 他变魔术的一些部分 满手是看的魔术师 怎么变魔术呢 刘谦他必须克服 万一失手 他该怎么面对 这一生当中遇到的大失手 应该不超过三次 这三次应该是 人生当中最悲惨的经验 我已经不想得提出来 这一生当中最悲惨的 就严重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欲兴引力呢 这个不叫静电 你不叫气功 这个叫做消失的地心 一个舞者跳舞 如果摔倒了 站起来继续跳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魔术师是为了你失手的 我说大失手的话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代表 你这个表演已经表演不下去 这个游走在幻境和现实之间的年轻人 下一步 他还要带大家 见证什么样的奇迹呢 感谢观看